大家好 感受到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刀毯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0年的镇中杯 镇中杯的比赛 那么这是老干爹对战SCG中国赛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那么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阵容 哥鲁基亚这边又跟我媳妇聊天呢 我其实出去给我买东西去了 那么看一下这场比赛老干爹对战SCG的这个阵容吧 这场比赛对方是拿出了TB加马尔斯 加上中单的亚龙 然后读狗加发条的一个阵容体系 老干爹则是拿出了龙骑士虚空和人马 龙骑虚空人马三大哥 加上一个AA和拉比克 单纯就从阵容的角度上来说 这场比赛应该是SCG的一个优势 单纯的就从这个阵容上来讲的话 SCG应该是一个优势 为啥是优势呢 对吧为啥是优势呢 因为首先亚龙和虚空这两个英雄 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二人组 因为这个二人组的话 他能够去打出来的一个团战输出是比较有限的 这个能够打出来的输出比较有限 第二个是 三个位又是个人马 跟虚空还是没有配合 然后对方的这个阵容呢 有一个独狗一个TB 这两个人本身是一个不错的convo 然后呢 有独狗可以去救一下这个被虚空大的 马尔斯呢 也是拥有一个不错的控制 还有对于地形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SCG这个团战的时候打的比较舒服 前期的对线方面 TB这边呢 可以尽早的去把自己的上路一塔放了 来确保自己的发育速度 下路呢 马尔斯加上这个独狗的对线 应该是要强于对方的虚空加AA的 从对面强度来讲的话是要强于对手的 那这边AA可能前期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 能稍微消耗一下 这里激阳兵的这个马尔斯 是虚空龙旗 对 虚空龙旗 这里发条的一个小鸡 一伤还是被对方给带走了 那是不是这个点才起吗 不是 我早就起来了 早上8点多就起了 将冰在下路目前这个对线打的呢 感觉不是很舒服啊 7-2的一个正反步 中路龙骑士目前的捕捣数 是比亚龙要多一些 亚龙这边没有去加皮 选择是加了一个二技能 这样的话前期他的这个蓝量消耗 可能会比较严重 看一下中路能不能把这个龙骑士给他 毒死了 这应该是 哦 没死啊 最后一跳 可以的 那龙骑士狗住了对方这一波的进攻 但是损失很惨重 因为他掉了一个大药 那他刚才是克了一个大药 回了一波血 然后靠着这个大药 回了那点点血 那是没有被对方击杀掉 这边反不掉一个远程兵 没滋滋 这样比赛就是 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老干爹如果想要获胜的话 真的要依靠这个前期 打出来巨大的优势 才有可能 真的是太困难了 他说今天要五轮拉满吗 今天我预计应该是中国两轮拨完了以后 那有没有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吧 这边TB在上路呢 胜走哈林的TB也是拿到了对方老十一的一个人马的一血 补刀方面 TB用前十一杠六 人马是只有八杠一 上路拼的也是比较凶 TB在这个 上路的这个正反捕方面 到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利用自己变身以后 身上在没什么装备的一个前提下 拿到了一波一血 经济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下路的虚空 现在是排在全场第二的一个位置 亚龙的经济 亚龙的经济有问题 亚龙的经济为什么就一千块钱 他的补刀跟对方的龙骑士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这是买了多少个芒果呀 这是 买了4万多个芒果 他现在身上还有撒芒果呢 想到你带了这么多芒果 这个亚龙前期跟龙骑士打的话 需要把对方压得不让补刀才可以的呀 他现在等于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方已经是快要拿到自己的魂戒了 里一个长毛冲上去 这个地方是虚空帮他挡了一下长毛吗 中路 亚龙这边终于是完成了一波单杀对对方 这个地地斩手 他对于龙骑士的这种单杀的话 损失其实自己的消耗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用亚龙这个英雄一定要这样打 就是你一定不要去吝惜自己的一个蓝量 前期用亚龙这个英雄 你如果想要去打成优势的话 就是说打成一个不让对方发育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会变成一个护穷的 就是你一定是会在跟对方不停的去换补给 然后你这边用这个回蓝去换对方的回血 就疯狂的换补给 然后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换到对方的经验等级被你压制了为止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占到足够大的便宜 那开始可以开始这个在线上 轻松一块的去欺负对方了 FY手里应该是有一个举的 所以这个神符肯定可以空得到 诶 我怎么觉得FY手里拿一个去举一下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空到这个神符的 可能觉得一级的举时间太短 对这个亚龙这个英雄其实就是一个护穷转线优 这个这点的话 这个有有有观众啊 有观众跟我跟我对着 对着打光啊 他知道这个这个打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之类 还差一轮合击啊 不用了 直接是利用这个毒毒死了 让中路亚龙呢 利用自己的等级优势 一个一级的大 欺负了一下五级的龙骑士 再次完成了击杀 团队经济方面目前领先这一千块 SEG这边是三比零的一个人头优势 下午好 那个国外的观众 就是目前的海外党的观众啊 如果大家 目前因为有时差的问题嘛 有时差的问题 现在可能很多的国家 现在处在半夜的一个状态 大家该休息就休息 因为我预计会播到 估计得播到 反正往少了说吧 得播12个小时 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去睡觉 你睡个六七个小时起来 你至少还能再看六七个小时的时播 所以可以踏踏实实的先去睡觉 大家如果想看冷干天和这个VD的比赛的话 那可能就去熬夜了 我不光是能播到他们睡醒 我有可能播到他们再一次睡着 他说有复盘昨天液体和妮格玛吧 没复盘 那现在的这个妮格玛的比赛 现在的这只妮格玛 他的实力整体 哎呦老十一 这捕刀是啥情况这是 俩远成名全漏呗 现在这只妮格玛 他们的比赛就是一觉醒来 又是一场胜利 妮格玛 目前的这只战队的整体的一个状态调整的 现在应该是比秘密要强 他们现在应该是最强的一个战队 当然就怕他们整活你知道吧 这个队伍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整活 他一整活他就他就会吃一些亏 但是如果他们整活有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发育 没有某一个人的这个个人发育发挥 不是发育发挥 没有某一个个人太拉胯的话 那么成活也能整得赢 看一下上路这波这个发条 不了发条这个地方人头一口火 nice maybe龙骑士拿到这个人头 那龙骑士现在已经是放弃了这个在中路战线了 因为没法站着 在中路待着就死 这场比赛龙骑士最好的装备选择是直接奔BKB 尽早出BKB 然后虚空这边也是尽早出BKB 人马这场比赛也得出BKB 或者做推推 而且这样比赛老人家这个阵容至少得有两把 对对 三把可能有点难 但是至少两把我觉得得有 感谢大青蛙DW大佬的狂欢卡 谢谢老板 他说你这是又要看好尼克马了呗 呃对 尼克马他们最近的这个状态就是从前天吧 前几天我就已经在说了 我说尼克马最近的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调整到比秘密要更强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现在去举办一届TI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举办一届TI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夺冠的应该就是尼克马 他们的这个夺冠的概率可能是要超过秘密 甚至超过好像也就超过秘密就够了 没有比别的战队可能更高了 这些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 尼克马最近的状态应该是会慢慢的变了越来越好 最近的这段时间他们的比赛状态由于秘密这段时间有点状态有点起伏的太大了 尼克马反而是比较稳定一些相对 这个夺夺夺的漂亮 老十一这个地方这个扭头扭的很nice 但亚龙的经济呢还是保持着跟对方的人马 起方的马尔斯还有龙骑士差不太多 但是对这个对于亚龙来说就够了 看看这场比赛亚龙准备怎么出装吧 从对方这场比赛的阵容上来说的话 亚龙其实可以考虑怎么出呢 出天堂 这场比赛的出一个天堂 然后呢再出一个这个加护甲的东西 出一些撑护甲的 然后出一出一出这种辅助装就可以了 输出不需要他来承担 输出这样比赛有毒狗配TB 这个输出是足够高的 TB创造一个幻象 然后毒狗把幻象一复制 出来的这个幻象质量超级高 这里给上减速 两轮的合击可以直接把F5带走 然后呢再框出一个 哎没来得及框 那这样啊只能是不来去杀人对方的A 前双战全都被天堂控制 没有来得及去拿到这个 前双战的经验 那么只杀掉了对方的一个拉比克的话 还是有点小亏的 那时候你忘记了一个Ti前 可能召回安娜的OG 那理论上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没有道理去召回安娜 而且现在的这只OG 如果要想就算是召回了安娜 他们现在的这个人员分配 也会出现问题 那安娜回来你说谁走 你总要有一个人走吧 你不可能说我上六个人去打比赛 那不行 你肯定要有一个人走 那你说这个战斗现在谁走 从整个战队的一个实力发挥状态来说的话 最应该走的是mid one 他是目前这支战队里边 可能相比较之下 这个状态最不稳定 最有可能会产生拉胯的情况的 这么一个选手 但问题是他走了 谁打三 对吧 苏妙跟这个 托普森这俩人都打不有三 安娜也打不有三 那谁打三 没有人打三后位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等于是有三个大哥 三个大哥的话 又没有人适合去扛压 那你说这个阵容应该怎么拍 怎么排名不认 所以他们的问题并不单纯的说 是在这个 不是说召回一个安娜 他们这个战队就可以 就马上就起飞 他们之前能够召回一个安娜 就可以起飞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整个队伍 他缺的正好是这个位置 缺的正好是这样的一个选手 团队能够去配合这样的一个选手 但是让我们走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油管里面卡了 你退职里面没事是吗 而且一个选手刚刚回来的话 他还得重新再磨刷 你不可能说这个人刚一回来 然后你们马上就拿ti冠军 你要是想找一个那样的人的话 你可能得从中国直播平台的弹幕里边找 才能找着这样的实力的选手 对吧 你要是普通正常的 普通的职业选手 那可能是做不到这一点 基本上有点 对 这就不可以 你们想想想 还不想想想想想想想 优优独播平台的 优独播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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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管这个最近确实是不太稳定 大家这里一个勾勾重 能看下人马 能不能往回撤 能不能往回撤 人马这里开大往回溜 这里一个长 哎呦这个长毛给的呀 你这真是机枪兵 一看就不是狙击手 好的大叔 我这就去OG视讯 为什么队伍一般都是三号位拉垮 不是说一般队伍都是三号位拉垮 而是三号位的这个位置吧 他需要的 你这个就是他需要的综合素质 实在是太高了 因为他要去带节奏 前期要扛压 中期要带节奏 后期还有可能要去承担输出的这个任务 一个顶级的三号位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般顶级的三号位 大多数啊 我是指大多数情况下 顶级的三号位都不是年轻选手 年轻选手顶级的一般都是打中单 或者打一号位的 这种顶级的选手多一些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特别顶级的 打这个辅助位的都是年轻的 但是三号位通常情况下 打的好的一般都是这种岁数比较大一些的 这里虚空跳过来 找一下对方的这个发条 这个发条没有死 扛了很长的时间 这里一个长矛盯住一个 直接刮死一个 这样的话完成了一波一换二 队友支援过来以后 又是一个大招给他FY身上 FY这里可以直接带走了 人都是最后是被激阳兵的一个装带走 漂亮 比如咱们中国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三号位 打的比较好的 像杨神 皮叶杨 他的这个三号位 还有像老十一现在的这个三号位 打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然后国外的三号位像在妹 在妹虽然说我们一直在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我们管他叫在妹 感觉这个人好像应该很年轻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在妹他打了职业 打了真的很多年了 而且他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然后麦克朱这个家伙呢 他的三号位最近拉夸拉的 有的时候也是比较严重 但是近期 近期就是最近这半个月 到一个月左右的这个表现 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了 也打了挺长时间的了 包括还有这个 像比较著名的一些 世界全世界比较著名的三号位 像三大兵 像三大兵他也是一个 打了非常多年 但是你现在让三大兵去打三号位 让他去到一个职业战队里面 去打三号位 你仍然不会感觉到他拉胯 因为三号位的这个位置 他需要的经验是非常非常 这个经验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一定要经验很丰富 然后有丰富的挨打经验 知道这个英雄什么时候会挨打 什么时候打不过别人 什么时候我能够扬眉吐气 什么时候我可以送的飞起 一定要都了解这些东西以后 然后呢这个英雄才能够玩得好 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求非常高 年轻选手一般情况下 他能够顾及到的东西的话 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所以通常情况下 年轻的选手比较适合去打一二号位 有冲劲刷得快 而且精神这个反应速度快 精神注意力集中 他去打这种中单和大胳膊 需要秀的这种 他就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里一个大招给上来 直接秒吗 度够这关一下子节 耽误点对方的时间 这个时候发掉一个勾 勾过来 狂住 nice啊 虚空这块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给空了 基本上等于 这个大招真的基本上等于给空了 查理斯 给完大招以后 一下平A都没给上去 直接就跑了 装备方面是甲腿封脸 然后开始做雷锤 在经济方面 TB已经是来到了9300块钱呀 15分40秒 9300多块钱的经济 SEG这是哪个队啊 大叔 SEG SEG这个战就是SEG呀 这不是哪个队呀 他就是SEG 他就叫SEG 所以一直更新换版本的话 影响最大的 也是三号位 通常情况下 三号位这个位置 版本变化都会伴随着 三号位的这个风格大改 很多时候一个大的版本变化 三号位的风格变化是最大的 你比如说之前的三号位 三号位经历过多少个版本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号位 他几乎任何一个版本的节奏 都是差不多的 区别只是在于你偏打 还是偏刷 是你偏向某一个方向 这个主要 这个的区别 但是呢 偏打和偏刷 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用 但是三号位呢 这个就真的是 要么你就得特别能打 要么就得特别能刷 要么你就得特别能带节奏 要么你就得特别会控制 所以说这个 对于三号位来说的版本 一变化的话 他要变得一个英雄 包括英雄池 各方面调整都是非常大的 像现在的三号位一般都是什么 马尔斯这一类的 看一下有没有反眼 有反眼 给上以后 这个亚龙也过来了 A的这个大招飞过来 但是这个A的大招 没有砸到几个人 而且队友没有办法形成反打 虚空的大招 上一波团战放了一个空大 基本上算是 没有能够对这个 对方进行任何有效的一个压制 TP的经济 已经来到了一万一了 马上就要 假腿加上双刀 一个掠刀者之斧 马上能够杀出来自己的撒弹 假腿三七弹 双刀撒弹 加上一个魔童爪 这个TP吃人了 一个 这个独狗加上TB这个组合 其实也是在 独狗加月旗这个组合之后 曾经蜂蜜过一段时间 利用这个独狗配合TB 因为独狗关月旗的话 它有的时候需要关月旗的本体 来进行这个幻象创造工作 但是创造这个TB的幻象的话 它就只需要去关这个 TB创造出来的祸患 或者是分身斧就可以 TB的本体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可以提供同样质量 非常高的一个幻象 来进行输出 这里虚空一个大上来 看一下对方这里 偷到了一个不错的技能 偷到了这个独坛 这是个好技能 破对方的一个被动 发条这里手里现在是有勾的 看一下这里一个勾 勾中AA 然后被对方举一下 往回扔 发条这里能不能追得上对方 好像在这追不上 自己的队友里面 缺少有效的位移 这波还行 带走对方马尔斯 团队经营差目前是6000架 他说那个TB是老干涅 以前的AME用的吗 不是 这个是圣子滑链 他就叫圣子滑链 比较少的一个 比较少见的一个中文ID的选手 除了他以外 好像用中文ID的 我印象中就只有赢吧 就是我是说这个注册的 注册的这个ID 直接用中文的 好像就是赢会这样去干 还有跳刀跳刀 还有跳刀跳刀也是这个 也是中文ID 然后不多 反正很少 CTY注册的是火 黑凤梨 黑凤梨这些都是后改的了 他以前叫维多利亚 以前的ID是叫做维多利亚 所以这个都是后来改的 看看马尔斯 这里一个大招 定住 对方偷了一个 马尔斯的大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 只得其情 未得其神啊 这个对方这个技能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能够去把你盯上 偷了一个大招 不过也算是偷一个大玩一下吧 圣子滑链这场 这个选手我发现了 他特别喜欢滑水 特别喜欢滑水 他特别喜欢在这个河道里面 就改一改这个 河道的水的样子 滑一滑河道的水 他说可以就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什么呀 还有天命 42最终单的跳刀 天命 然后就是CTY的火 维多利亚 现在用的这个飞凤梨 正子滑链 他之前的ID 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我从知道这个选手 打比赛 就职业比赛里面 我解说的比赛里 看到过他的时候 就一直用的是这个ID 我用这个幻象 有毒狗在的情况下 这个幻象的数量是真的多 而且质量是真的高 TP的英雄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于这一点 当然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其实克制TP这个英雄呢 是可以走减攻流的 可以走减攻流的 看一下这波 所有的输出 打到了对方的一个龙鸡尸身上 这个龙鸡尸直接被秒 漂亮 亚龙这个时候已经是BKB了 这块开起BKB 然后把对方的小鸡 直接一巴掌呼死 再往前推 推一下老干爹里边的中卧耳塔 由于这个TP过飞 所以导致现在老干爹这个阵容 有点打不动他 老干爹这场比赛的这个BP 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 能赢 说明对方拍菜 就真的是这个阵容 他这个阵容就是能赢 说明对方是真的菜 打出来的这个阵容 这就像那个 王自剑说的那个相声一样 对吧 你长成长成你这样的 长成你这样的 我们看见你 要是不催你 那说明我们渴 老干爹这个阵容 就是在职业比赛里边碰见对手 对手要是打不过你 说明对手实在是太菜 大哥这边帮忙查了一下是没有救的ID 就这一个ID是吧 不行了去睡了 好 BW大佬赶紧休息 早点休息 那个油管里边的观众就是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就是在常驻一下twitch twitch那边画面好 而且也没有那个什么也没有这个就是卡顿的这个情况要比油管里边要少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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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可以在那边通过这个付费订阅的模式就类似于油管里边的狗狗会员可以来支持一下 另外就是twitch那边的版权也比较多 那以后如果要是国外这边也需要跟着版权去平台去直播的话 那么那边也方便一点 这有点冷清是因为那边就大家不习惯 习惯了就好了 习惯这件事情的力量是很大的 就像大家现在习惯听我解说一样 当你习惯听我的解说的时候 你听着我的解说就可以睡着 你可以睡觉 你不想睡觉就是听着我的解说呢 你也会睡觉 所以说习惯的力量是很大的 TP现在身上 变身已经有了 双刀撒旦 蝴蝶也快刷出来了 这个塔催了以后 如果他能拿到这个塔钱的话 可以拿一个 他没拿到 反而说他如果拿到这个塔钱的话 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蝴蝶买出来 发条这个地方直接勾到对方的拉比克 拉比克搞死我 这就没法接了这个团 因为他们现在很需要拉比克这个英雄 去超神发挥才有可能打鸢团 这波老干爹的一个绕后 这波绕后出来以后 应该就是直接被对方打一个团灭 然后GG就可以了 看一下 压龙大招开出来 虚空的一个大指 大住了对方的一个马尔斯吧 这是 大住一个马尔斯根本就没有输出 选择了满活 马尔斯这一个大招 一个长毛 钉座带走老十一 老十一选择了满活 查理斯这边什么都没有 完全打不动人 龙骑士得给上一口火 那这样的话 看TP上来直接推平就行了 推平就可以了 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 为什么白给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阵容 123后卫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配合 而且英雄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点 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点 就是龙骑士跟虚空 虚空是需要一波大招上来以后 把对方直接打崩了的 但龙骑士不具备 帮他把对方打崩的一个能力 人马看着这个虚空上来放个大 人马自己都自己都崩了 我能打谁 我能打谁 我啥也干不了 所以就是老根爹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确实是赢不了比赛 说实话赢不了比赛 这个个人实力除非是 8000分的打6000分的 差不多 差不多能打得赢 那么这样老根爹也直接打出了GG 只要这场比赛 翻翻望25分钟 直接被SCG打炸了 那么这样 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也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场比赛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那么我是三号大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稍是休息 下场比赛见 我们啦 感谢各位